9月8日下午,陈小爱妻陈妍希在个人社交平台分享了一组新系杀青照以及健身照,她还发文称,终于杀青了,慢慢在收拾家中回归平时的生活。陈妍希直言,每次杀青基本都一样,在整理中一点点收拾心情。 文末,陈妍希表示自己杀青后练了好久没有练的瑜伽,身体终于舒服一点了,一句还是得练啊,好真实。 陈妍希首先剖出的是一众主创的大合照,合照中有主演宋茜、陆毅等人。陈妍希和大家一样抱着鲜花,她披着袖发歪头甜笑,一双小气腿又细又直,甜美感爆棚。 不得不承认,即便已经年满39岁且是孩子的妈妈,但陈妍希的状态是真的没话说,太少女了。 陈妍希还开心地晒出一张自己的单人照,她依旧是抱着鲜花对着镜头甜笑,笑眼弯弯的模样太甜了。 而且从这个角度看,陈妍希的身材也保持得非常地好,一双细致汤腿全程抢镜。 然而,前两天网上曾流出了一组陈妍希新戏杀青的生涂照片。 从当时的照片看,陈妍希的生涂和精修图差别不小呀。 生涂里,陈妍希整个人看上去都要圆润一点,穿着紫色连衣裙的她也显得胖嘟嘟。 无论是脸蛋还是腰身,与精修照片的差别还是蛮大的,和一旁的宋茜比起来也要圆一圈。 不仅如此,陈妍希这森造型还让她有种怀二胎的既视感,因为她的腹部突起太明显了,任谁看了都会忍不住往二胎方面猜想。 更何况,陈妍希和老公陈晓一直都表示有二胎计划,因此看到陈妍希这组生涂照片后, 大部分的网友都觉得陈妍希是怀二胎宝宝了,还纷纷地恭喜她。 不过,这次晒出的瑜伽美照里,陈妍希完全没有了之前生涂中的小腹龙旗的模样。 下途里,陈妍希正在练习倒立动作,她双手抱着头,双腿也没有靠着墙壁,好厉害。 而从这个角度看,陈妍希的身材曲线很赞哪,腰腹部看不到丝毫坠柔不说, 小细腰也超明显,细致长腿更是不用多说,就连生涂里略显粗壮的手臂,在练习瑜伽的时候也变成了肌肉线条明显的样子。 所以陈妍希此次见晒健身照,疑似适用在实际行动辟谣之前网传的怀二胎传闻。 画面一转,陈妍希将双脚靠在了镜子墙上,她的小细腰大长腿身材再次成功巧劲。 不得不承认,女明星的身材真是胖着玩的,明明前不久还略显肉嘟嘟,没想到才没过几天,陈妍希就回到了巅峰曲线。 陈妍希在镜头前展现不同难度的道理,每一针都将她的辣妈好身材完美展示,平坦的小腹细致的长腿,无一不散发着陈妍希的魅力。 其实,翻看陈妍希前不久的美照,那时的她看上去除了脸蛋,与以往以往肉嘟嘟,充满胶原蛋白外,整体身段没多少变化,瘦瘦美美,不知道为何在杀青的生土里她会碰得小肚男。 值得一提的是,陈妍希这次疑似辟摇怀二胎还是蛮让人失望的,毕竟她和老公陈晓,计划生二胎已经有一段时间了,不少网友都非常期待看到他们升级四口之家。 而且不久,有网友造谣两个人已离婚时,陈妍希也再度公开表示想要二胎。 总之,大家还是继续地等待陈晓和陈妍希再度升级准爸准妈的好消息吧。 2014年,陈晓和陈妍希一起合作出演了《神雕侠侣》,两个人之间的缘分就此开始,不过两个人在合作《神雕侠侣》时并没有直接走到一起,而是以好朋友的身份相处。 在《神雕侠侣》杀青一年后,两个人在此期间见了一次面,但彼此的感觉已经变得不同。 后来陈晓干脆直接向陈妍希表白,对其开门见山地说了一句, 我有想过和你结婚。陈晓的一句话彻底让陈妍希动了心,两个人正式确立了恋爱关系。 2015年8月27日,两人在微博公开了恋情。 2016年7月5日,两人在合肥登记结婚。 2016年7月19日,两人举办了一场盛大而浪漫的婚礼。 现在陈晓和陈妍希两人已经结婚六周年,事业发展都很不错。 陈晓参演很多作品,陈妍希主要在家照顾孩子,还不忘记歌手身份。 在儿子生日前推出了唱给她的新歌,儿子也参加这次MV的创作,并且出镜了。 很像陈晓和陈妍希,看来都是遗传父母的优点。 陈妍希参加央视春晚的彩排,可能会参加演出,看来这次他们夫妻要分开过除夕了。 夫妇俩参加某杂志的拍摄曝光的谈话内容,陈妍希眼里的陈晓是个温柔、善良和孝顺的男人。 陈晓眼里的陈妍希是个有智慧、胸襟和气魄的女人,两个人都能够记住各自身上的优点。 说明两个人都很爱对方,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产生怨气和回忆。 他们也分享了两人私底下的一些互动。 陈晓工作完回家还会做家务,没事了还会给他按摩,还会煮饭,是一个顾家的好男人。 真的看不出来陈晓还会做家务。 很多男明星可能婚后都是成为家里的大爷,回家躺在沙发上,一来伸手,饭来张扣。 陈晓忙完了还会回家做家务,说明真的很爱陈妍希,比较心疼在家操劳的他。 老公在外工作,自己在家照顾孩子。 虽然两人不在身边,担心还是连在一起,他们会分享给对方看过的美景,还有吃过的美食,心里都会惦记着对方。 一个细节显示两个人的浪漫和甜蜜,他们坐在一起,陈妍希悄悄地拿着老公的手指把玩。 两人的感情很好,陈妍希对陈晓的爱完全无法隐藏,是毫无防备的流露,让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吃了猴甜的狗粮。 娱乐圈诱惑很多,但自控很重要,特别是结了婚的夫妻更应该充分地信任对方,否则一旦没有信任,信任婚姻是很容易崩塌的。 陈晓是个好老公,陈妍希很珍惜对方,所以两个人结婚这么多年,依然甜蜜依旧,说明两个人都很会经营他们的婚姻。 两个人很少吵架,小摩擦有,但两人相处更多是甜蜜幸福的时光,从2015年恋爱结婚到现在,他们夫妻相处有了很多的方式和规律。 去年12月20日,陈妍希晒出全家福为儿子小星星庆生,儿子5岁了,长高了很多,一家三口温馨甜蜜,小星星带着生日皇冠,在奥特曼蛋糕面前双手遮住自己的眼睛,可能再默默许愿, 看起来乖巧可爱,爸爸性格很温柔,儿子性格应该不会很调皮。 陈妍希和陈晓颜值都很高,两人的孩子都很帅气,他们曾计划生二胎,但迟迟没有动静,小星星都已经5岁了,如果生个妹妹陪伴小星星她一定很开心。 陈妍希已经38岁了,她是1983年生人,比陈晓大4岁,所以要生二胎还是得抓紧时间,不过陈妍希虽然快搬40了, 但看起来一点也不显老,还很少女的感觉,可能陈妍希长着一张娃娃脸,所以看不出来比陈晓大4岁。 一直有传两个人感情不和,结果两个人很幸福,这些造谣的人也是唯恐天下不乱,其实别人只是旁观者。 真正过日子是两个人的事,所以不了解情况的前提下不要胡言乱语,否则就是诽谤和造谣。 看到两个人很恩爱幸福,应该送上真诚的祝福。 好了,以上是本期的内容,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,欢迎点赞订阅转发。